东西来了 上了年纪的父母出门总是忘记带钥匙 不能经常陪伴在左右的你该怎么办呢 我决定给他们换马智能门锁 我也上网做了很多的功课 智能门锁属于科技产品 那科技产品选小米肯定不会 于是对比了小米智能门锁这款产品 等待了几天之后 终于收到了小米人脸识别智能门锁 年纪大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指纹前 不容易被指纹识别 这款门锁采用了3D人脸识别技术 3D结构光人脸识别 识别精度更高更准 散板投射器将几万个肉眼不可见的光斑 投射在人脸区域 红外摄像头读取面铺信息 每个被录录的人脸都是独一无二的面铺 将面部特征数据加密发送至独立芯片计算识别 只要人脸靠近就能快速开锁 即便是在暗光环境下也能快速开锁 不仅能人脸识别 还提供了指纹蓝牙钥匙 共计六种开锁方式非常方便 在APP里设置好联动场景 有人暗门零小爱音箱就会云音播报 还可以和家里其他智能设备联动 比如回家开门自动亮灯 离家扫地机自动开始打扫等等 对于安全问题也不用担心 由于采用了3D活体检测技术 视频或者照片根本无法解锁 且取得了BCTC金融支付级安全认证 作为送给妈妈的第一把智能闻锁 我们做了很多的功课 确实感受到了这款产品的诚意 强大的配置 众式的价格 也让我们自己碰然心动 安全靠谱全家使用 就选小米智能闻锁